我的这个下方跟袁安府是一样 但是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走的 比如说进军像对方上老将的这个变化 这个变化袁安府里面没有 这个变化袁安府没有 对吧 这个变化袁安府里面没有 是不是 这几个变化我给大家都讲了 所以说咱们再打开会议局 咱们再学习一句 这个戏是石起雅去的第24句 垂江救助 虽然说比较复杂 但是我们要是找到一个杀奇的一个思路 其实不难 看起来好像很多 但是不难 垂江救助 我们把这个题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就可以 其实他的这个思路是一个精 没有太多的一个变化 不像上一局 上一局看起来装发不多 但是上一局我觉得比较难 这一局虽然都装发多 但是啊 他不难 卧槽一将 然后出老将 还是一个借炮死马的一个思路 搞一将 然后你上市 这和前面我们下过的几个 好像差不多啊 然后退马一将 你再回市 回马一将 再上市 上马一将 再落市 这几个起 啥意思啊 上马再将 就是帮装兵 把有些道路的一些起 先给他盖掉 因为这个兵在道路 后面会运动他 再回市 然后回马再一将 上市 通过这样的用紙啊 把这个马 调到一个 就是比较 好的一个位置 挂胶 对啊 挂胶回市啊 然后回马再一将 你还在上市 对吧 再一将 你落市 然后回马再一将 你还在上市 对吧 你上市之后 跳马再一将 你还在落市 然后一将 这个起 灯式是非常必要的 为啥要 对 最后躲在 帅后面 我前 我昨天晚上 写过的一个起 好像就有这样的一个手段 灯式非常必要 你要是不灯式啊 居将来杀相 不冷将军 所以说灯式是必要的 回市 然后再回马再一将 上市 然后再一将 回市 再将 这样就是 哭过连续的一个将军的手段呀 巴马 灯一将 回市 再回一将 你再上市 然后回马一将 回马一将 你回市之后 这样正好护住了一个军 对 躲在帅后面 现在我杀下 你的 你的这个军 不是这样 不然 我的军走不动啊 啊 军要走不动的话 你是吃我的帅 现在我的马电回来 正好架死对方 这一局呀 虽然说招数比较多 但是我认为 这一局其实比较简单 它是一格径啊 不像上一局 上一局虽然看 看起来招发少 但是上一局 其实比较懒 上一局是 石器眼区里面的一个懒点 啊 玩会儿 玩会儿 接起呀 神造这个棋 一格径 我跟你说 一格径的棋 其实简单 真的简单 像上一局那样的变化啊 有四五路变化的那样的棋 其实是算是比较难的 这样的一格径的棋 其实你仔细算一下 你只要把这个思路找到 真的会简单 就 就 其实我们解裁局的时间 不用怕这样的一格径 一格径的棋 算是简单 看起来好像招发很多 但是算起来很简单 我就怕的那种 变化非常多的那种 你算起来 各种变化全不要算到 这个再没有其他的变化 就是一格径往下算 就可以 是 变着 变着多的棋 其实比这个难 就像我前面说的那一句 看起来招好像没有这一局的多 但是 那个算是一个难点呀 对不对 咱们 今天的这一局讲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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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